以经上说,积善之家必有于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于英。这十件事,可积累福报,一定要多去做。看看你做过几件。 第一件事,不说是非。来说是非者,必是是非人。说人是非,造像恶业,必得恶果。要想积累福报,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,不要造下口业,不要背后论人是非。少说是非话,福报自然来。 第二件事,随化主人。度化众生并非是佛一个人要做的事,而是一切众生都要去做的。无分别地去帮助一切众生,就是在积得积福。 慰闻佛法者,帮助他人结缘佛法。以闻佛法者,帮助他们继续精进修行自己。只要是利益他人的事情,都能积累到福报。 第三件事,会善知识,见诸者赤,近墨者黑。若能经常亲近善知识,时间久了,我们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善知识。善知识常行善事,自然可以获得善报。 第四件事,笃静不动。佛经上说,心不动则人不妄动,不动则不伤。如心动则人妄动,则伤其身,痛其骨。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。若能做到,心无所住,笃静不动。自然就无烦恼,无痛苦。 第五件事,见识学道。积德福,并非只有去行善这一件事。若能有人,能立志学佛修道,同样也能获得福报。若能见识成佛,此人可得无量无边之功德。 第六件事,除灭我慢,贪嗔吃慢矣,最损福报。若能去除,我慢我吃。不贪不嗔,自然可以获得无量的福报。 恭敬菩萨,恭敬众生,便可去除我慢,便可获得福报。 第七件事,心形平等。若能平等对待一切众生,自可增福增悔。 平等对待一切众生,见一切众生,给予诸佛菩萨无益。 给予自己的父母亲友无益。慈悲心自然生起。 福报将不求而自来。 第八件事,广学佛法。 学习佛法,增长智慧。 破除无名,这也是一件积德福报的事情。 福报和智慧二者相辅相成,若无智慧,便无福报。 若无福报,便无智慧。 智慧高了,自然会去修复行善。 福报大了,智慧自然会不断增长。 第九件事,不轻畏学。 学佛人,不要轻视为学佛之人。 很多人学佛后,喜欢用佛法去要求他人。 这样其实也是损服的行为。 学佛要言于利己,宽以待人。 不要瞧不起任何人。 不要认为自己学佛了,就很了不起。 总是看他人不顺眼。 这样,其实是损服的行为。 早点停止,早点就能得福。 第十件事,善解方便。 做人不能太执着,太固执死板,这样的行为。 也会损耗福报,福为了方便一切众生。 成行善巧方便之道,无分别去度化一切众生。 而我们也要做到这一点,遇到不同的众生。 用不同的方法与之相处才行,遇到不同的众生。 说不同的话才行。 这十件事,做得越多,福报积累的就越多。 这十件事,做得越多。